各位观众大家好 小松说了以上 今天来到了3月19号 今天说一个重要的日子 或者叫中华民族的分水岭之一 1279年的今天 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任 小皇帝在崖山头海南宋灭亡 绵延了上七年的汉人政权 最后在此灭亡 再有就是1996年 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先生逝世 再有就是1966年 音乐之声 一部优秀的音乐片 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影片 好 下面给大家仔细聊聊 好 下面来讲这个重要的时刻 1279年的这一天 这个在崖山 崖山当然了 在大家的心目中 都是一个悲伤的标志 这个南宋最后的 这个大忠臣陆秀夫 背着小皇帝赵柄 头海自尽 当时当然了 记载中还要说到的是 不光是 这个军臣一起投海 皇太后一起投海 而且是最后退到 崖山海上的十万军民 一起投海 噩耗瞬间传遍亚门 终于宋帝的将士们悲痛之急 无心在战 或凿船自尘 或投海自尽 他们和家军一起 选择了同宋帝一样的萎宿 史书记载 七日后 海面浮尸十万 当然这是一个壮烈的描述 实际上我也不太相信十万军民能同时一起投海 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 但是最重要的是 在打仗的海战中打沉了很多船 当然很多人就之后落到了水里 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投降了 但是总的来说 这是南宋最后英勇的抵抗到底的一群忠臣 军民一起退到了 没有寸土的情况下 退到海上继续抵抗 当然了南宋的主力在临安的时候 投降已经基本上都父王了 后来颠沛流离辗转的 不停的背着各种小皇帝奔波的 抵抗的 包括文天祥 大家都非常了解了 当然包括陆秀夫 还包括最后一些忠勇的将领 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 我觉得一定要战斗到底 因为他不是说唐宋之类的 或者说汉唐秦汉 这咱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汉人 这个时候你跟了我 我跟了你 你赢了 甚至我还可以到你朝里去做做官 这个为了人民 但是这不一样 这是不是一个简单的 说谁改朝换代的问题 这是一个汉民族 从那么那么久远 夏双州秦汉进 唐宋以来 这个绵延这么多年的汉人的政权 甚至叫做文明 在最后存亡时刻 这个最后战斗到底的这些人都是 应该被纪念的这个英雄 那些在海上追来 这个最后剿灭了最后这一股南宋的中勇的军民的 也是汉人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蒙古人是不能打水战的 所以蒙古人这个只要有陆地的地方蒙古人铁蹄就一直到 所以上西一直打到匈牙利去聊 向南一直打到中国这个打到越南 但是上了水上蒙古人是骑马出身的是不太行 所以都是由这个投降了蒙古人的汉人的水军 这个必须要成为汉奸 这个大批汉奸这个率领汉人的水军一直追追追 在国家已无寸所境下追到崖山 最后灭亡了南宋 这个让人非常伤感 双方都是汉人 最后在这里生死相搏 当然了这个明朝的时候开始说这句话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我认为不但中华文明没有灭亡 而且这个由于元朝来了以后的残暴统治 这个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入底层 到了元朝知识分子被贬到了第九级 七忧八昌九如石盖 这个我们这些人在那是排第七等 这个何人道士排在前头 我们忧 忧就是唱歌跳舞的 这个排第七 昌就是青龙 这个妓女排第八 知识分子如第九 然后只比小偷强一点 到底是 虽然在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个人的肉体上的境遇是不好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融合前进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就是由于知识分子们从那种高高在上互相唱和 你写一首诗我贺一首大家一起填几个小曲儿 这个变成了知识分子要靠谋生 不是要靠写作去谋生 这个要靠写作谋生就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底层民间啊 写出了那么多千古不朽的诗篇啊 这个当然了也写出了很多美好的音乐 这个元朝由于知识分子下去了 结果导致音乐成为中国各朝最繁荣的一代啊 再说这些汉奸的下场啊 我虽然不同意文化上我是觉得人民最重要 但是在这个这个民族存亡之间啊 那汉奸确实是汉奸 那就不用说的 汉奸下场也不怎么样 这个最后灭了南宋以后 还去干嘛呢 中国的古话叫这个飞鸟进凉工厂 狡兔死走狗碰 这些汉奸们灭亡了南宋的汉奸们 最后被蒙古人驱使到爪哇 驱使到日本 最后都啊 只是差不了几十年嘛 和你们这个消灭那些忠臣猛将一样 最后也喂了鱼在海里 所以做汉奸没有什么好下场 1966年这个音乐之声 荣获第3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这个可喜可贺啊 音乐片虽然在美国电影里是重要的一个流派 主要是因为美国有百老汇 所以在没有电影之前就有这个传统啊 所以后来就有电影之后 音乐片就是百老汇式的音乐片啊 这音乐之声也是一个音乐剧 然后最后拍成这个电影啊 非常动人那里面的歌到今天大家一到圣诞节啊 一到什么雪荣花 Edo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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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唱法就是典型的中欧民歌 就是在南德瑞士奥地利一带 这是他们特别好听的名歌 所以是一部非常优秀的 这个音乐电影 当然里面宣扬的那些价值观 也是很好的 这个爱国爱家庭 忠于这个信仰和传统 这是美国电影的主流 所以这个音乐之声得的这个奖 应该算奥斯卡这么多年以来 应该说不是唯一的 也是极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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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音乐片获得奥斯卡奖 奥斯卡奖因为还是要讲究 不管是票房 还是要讲究一些 比如说深度或者突破这些东西 音乐片因为通常就比较浅 只讲一些最普世的价值观 就是爱国 尊重传统或者善良 忠于爱情 就这些东西 音乐片通常不会拍得很深刻 所以得奖的很少 音乐之声是美国音乐片历史里面 这个最值得一提的这个重要作品 1996年 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先生试试了 陈景润先生曾经做过 我的母校北京四中的数学老师 这个在我们小的时候 天天流传着陈景润撞电影杆子的故事 这个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后来听很多认识他的人说 其实他没那么傻 因为大家那时候为了教育 我们好好读书 说你看人陈景润读书读的都走在路上 都在搜栓树 然后医脑门子撞电影杆子 头条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给我们讲那些 这个企图让我们这个每天搜栓树 也撞到电影杆子上 中关村88号集体宿舍三楼的 一间不足6平米的锅炉房 陈景润在这里一住就是18年 没有高速的电子计算机 没有桌子和椅子 一张兼当书桌的木板床 一堆药瓶 两只暖瓶 重就是陈景润的全部家当 陈景润先生这个证明 格格外才想 当然在数学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中国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由于陈景润证明了国际的难题 人民日报史无前例的破天荒的 一大篇文章来赞扬知识分子 赞扬陈景润 在中国的那个时期是非常难得的 今天陈景润先生 今天就聊到这里 明天再见